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澳洲的本地市场 澳洲股市呢在昨天上午的时候是一度冲上了6000点 但是由于中饭没吃饱 到了下午呢又有所回落 最终收盘是收在5984点 距离6000点仅仅只有0.3%的余地 中国股市呢在昨天继续下跌 上证指数下跌0.9% 深圳方面则下跌超过了1.8% 那么这样一来的上证指数也是收在3322点 距离3400点呢已经下跌大约有3%左右 欧洲方面昨天也是下跌大约0.4% 美国股市三大指数呢是几乎原地不动 上下幅度都在0.1%左右 在其他方面黄金大约目前又回到了1294附近 油价呢下跌1美元 目前在58块1毛钱左右 其他方面呢比特币目前尝试冲击1万美金 目前的价格已经达到了9700美元 另外外汇市场呢没有太大变化 主要的美元目前依然是相对保持 那么今天的热门话题我们跟大家说一下的呢 就是现在我们经常会聊到的一个配资这个词 以及呢固定收益投资 那最近几年呢咱们在跟朋友们吃饭或者说在平时啊 看这个媒体的时候呢都会注意到一个词 就是呢很多人都会说配资啊 我要配资这个我要配资那个啊 这个感觉到这个配资词啊是非常的高大上啊 是不是觉得这个配资明显啊 就是觉得是属于啊高端人群啊 或者说是啊富豪啊才专有词呢啊 其实有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把这个谜底打开啊 有的时候失去了神秘感之后呢 很多东西呢啊就是平淡无奇了 包括这个配资其实在我看来呢啊 其实和理财就那么一回事啊 无非就是呢啊把资金按照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时间周期和不同的风险啊 啊做一个分配啊配资配资嘛 分配资金而已嘛是吧 那么这个原理其实呢和啊 这个理财是一模一样的 那为什么不叫理财一定要去叫配资呢啊 这个其实呢就是一个文字游戏啊 理财你小到一百到一千 你都可以在支付宝上啊 这个玩玩理财每年年化百分之三点五啊 那么你这个一千万甚至于更多的资金啊 啊你去投资的时候也叫理财 是不是让人觉得很没有高大上的感觉啊 所以呢啊 那么针对于这一类人群啊 这个金融行业呢就专门起一个词叫做配资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配资啊就相当于在饭店里面卖菜啊 你到五星级宾馆里面呢啊 这个芋头啊地瓜啊西饭呢就可以叫做易苦四甜饭啊 可以卖到一百九十八一份 你要是到地摊上去呢 也一样可以吃地瓜啊 一样可以吃西饭 那才两块钱一碗 都是一样的东西啊 但是在不同的环境下 价格就不一样了 所以咱们知道这个所谓的配资啊 大家不要觉得是高高在上的 他其实就是呢啊 换了一个词语的这个叫做理财啊 你这一千块钱的理财人家觉得太低端 那难道你这一百万一千万的配资就一定很了不起啊 当然了 咱们实际一点的说呢啊 对于大资金来说的确会有很多机会啊 比如说有一些投资 他有一定的入门门槛 可能是五十万可能是一百万起步 那么没有这么多资金 有可能呢就没有办法参与这类投资 但是不论是什么投资 归根结底还得回归到这个回报率的问题上来 所以说你不论是五十万也好 一百万也好 一千块钱一百块钱 最终讲的就是个回报率 如果你配资配这个配那个配来配去配的再多 最后是亏钱的 那你说还不如余额保的百分之三 当然我们也知道啊 不同的金额对于回报率的要求是不同的 你这一千一万的呢 可以要求回报百分之百 我亏了也就亏了 无足轻重 但是你这一千万的话 可就不敢要百分之百了 当然也有人要这么多 大部分来说资金越大 它相应所要求的回报率反而会更低 那么这以上呢就是一个配资的情况 其实就说白了 就是理财换了个词 那什么叫固定收益投资呢 对于这部分呢 其实咱们很多的 这个收尾的朋友们呢 可能有所误区 我们一说到投资 大家说起的就是房地产和股票 那么包括像外汇黄金指数这一类呢 也属于证券市场范围 那么什么叫做固定投资 其实呢 真正在华尔街投行赚钱的部门 不是什么证券交易部 也不是什么基金经理部 真正赚大钱的 反而是来自他们的叫做固定收益部门 英文里面呢叫做Fixed Income 那什么叫做固定收益投资呢 大家听上去是不是觉得很高大上 其实也不是 最简单的银行六个月定期 或者说一年几年的定期存款 它其实也是属于固定收益的一部分 所谓固定收益的定义呢 就是在一定的投资时间范围内 它的收益是成恒定状态 在一开始就设定好 之后呢 按比例按时间平均分配 对于这种已经定格的 这样的回报率的投资 我们叫做固定收益 那么从简单的银行理财 这个银行存款 定期存款 然后呢 到国库券 2%3%的这个国债收益率 然后呢 再到比如说某些基金给你的固定回报 7%8% 这一类都属于这个固定投资 但是这属于呢 相对于比较 怎么说呢 相对于比较入门的固定投资 那么投行主要的固定投资利润来自于哪一块呢 其实他们其实呢 用了结构性产品 特别有的时候呢 是用了复杂的期权 来搭配这个结构性产品的 形成几乎无风险 但同时会产生微小利益 或者说微小利润的这类产品 但是我们知道 你扛不住资金大呀 几个亿 十几个亿 几十个亿下去 即便的收益再小 总数也是天文数字 所以说呢 我们知道资金越大 它越追求稳定 能够见得到的这些收益 因此 不论是哪固定投资收益呢 永远是投行里面最赚钱的部门 那今天我们还 这个交易时间段呢 我们跟大家说一个产品 就是我们之前反复说到的比特币 我们知道比特币呢 这两天已经要冲击一万美元大关了 但是我们知道 它从八千三到一万 中间有一个大约是一千二百美元的缺口 那么按照我们正常逻辑来想呢 在股市里面啊 逢缺口最终是会回来弥补的 这个叫补缺口 如果比特币按照正常投资逻辑的话呢 它在随后 按理说是应该回补这个八千三的缺口之后 再继续向上 所以说如果按照正常逻辑 比特币是回调到八千二八千三附近 把这个缺口给补了 那是我们另外一个可以考虑的投资进场机会 那由于比特币的这个走势太过于疯狂 它完全有可能这个缺口暂时不补就一路上涨 这也是有可能 所以说我们目前呢 希望能够它回补的时候呢 在这个价格附近可以补仓进场 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最后我们要说一下的是呢 澳洲时间在今晚的6点30分 英国央行行长将会发表讲话 届时呢 对于英镑的走势将产生一定的波动 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